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德约科雷奇庆祝胜利 北京时间8月20日消息 在第六次杀进新鲜那批大师赛的决赛之后 德约科雷奇终于攻克了职业生涯的最大魔咒 他直落两盘击败老对手费德勒 首次获得这项大师赛的冠军 完成了史无前例的金大师北业 这次夺冠也让他继续稳居美网头号热门的位置 德约科雷奇的状态从今年罗马大师赛 开始呈现明显的回升趋势 在温望达到一个峰值 不过必须承认的是 相比他之前的巅峰时期 目前德约科雷奇状态的连续性明显要逊色很多 这也使得他在法网的八强战中早早出局 温望夺冠之后又在罗杰斯杯赛中杀鱼而归 本次欣欣纳提大师赛 他在好几场比赛中都打得非常吃力 不过连续性下降 并不意味着德约科雷奇不再可怕 相反 如今的他既然无法再像巅峰时期 那样打出赛季开局42连胜 单赛季六度大师赛冠军的神奇记录 那么他就可以将自己更多的精力 集中在一些重要赛事中 之前德约科雷奇就被人称为机会主义者 而他当自己有意识的要去把握机会时 他的竞争力将依然保持在非常高的水平 本赛季迄今为止 德约科雷奇还只有两个单打冠军入账 但是两个冠军都非常宝贵 温望冠军让他结束了两年的大满贯荒 而新新纳提大师赛的冠军 让他终于完成了金大师的成就 相比之下 纳达尔的冠军更多 韩金量也并不逊色 但是存在感却显得比德约科雷奇低了一些 接下来德约科雷奇的目标 无疑就是本月底开战的美网 这是本赛季最后一项大满贯赛事 在温望夺贯之后 德约科雷奇就占据了美网头号热门的位置 而随着本次新新纳提大师赛夺冠 他头号热门的位置将会变得更加稳固 目前BAT365给出的数据中 他以一赔3.75排名榜首 领先于贝德勒的一赔5和 纳达尔的一赔5.5 德约科雷奇在今日赛后接受采访时这样表示 能够首次以火胜者的身份站在这里是非常特别的感受 我度过了很多困难的时刻 伤病让我远离赛场 也使得我在这个赛季开局阶段没有足够的精力来面对比赛 但是现在回望过去 我会感谢这些让我变得更加强大 德约科雷奇的最新排名已经来到了第六位 虽然无法让他跻身美网的前四号种子 但是以他目前的状态 应该是其他对手想要努力避开他 而不是他想着要去避开谁 即便是和纳达尔和费德勒分在同一个四分之一区 也不会太影响他的夺冠赔率 如果德约科雷奇真的能够在美网赛中再次夺冠 也许他会比贝纳二人更有资格当选本赛季的ATP最佳球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